大家我是Paul,周五到周五英文一起讀,又到周五了 粉色极短片 他的標題是You're the best,你是最棒的 下面一個指標題TMI,馬上就有一個值得學的東西了 TMI,什麼叫TMI? Too much information 你跟我講說,你知道嗎?我早上起來的時候大便那個顏色多半是 You don't have to tell me too much information 太多了,不用跟我講那麼細節 Too much information 所以有的時候你跟人之間的往來 人家願意跟你講很多你還不見得想聽 或者你聽到太多的時候可能會有些不好的後果 像什麼不好的後果呢?例如說對他的幻想幻祕 或者說我知道太多了,你可能以後得殺我滅口 之類的 OK,所以too much information 為什麼這一篇會這麼說呢?我們先把它讀完一次 好,所以這是用對話構成的故事 我們就先把它唸完,again 我要不要學他的語氣,盡量啦 Phil? My fucking idiot brother? I didn't mean for it to happen, it just did He's a meathead, a fucking C-student What, we weren't discussing Descartes I'm damn sure he wasn't Rob yelled Did he bother with a condom? Of course, Laura cried She could see the rage in him build She did her best to control the damage to her 15-year marriage It was one meaningless fling With my brother! She threw her arms around him Please understand Rob stood stoic Baby, you're still the best Way better than Phil Then, without thinking Even better than your grandfather 搞定 Alright,所以他的punchline 其實我覺得punchline很棒 很有力,真的 希望你有看懂 如果沒看懂,來我們解釋 看到第一句 Phil? My fucking idiot brother? 所以這個男生在質問女生 蛤?你跟菲兒嗎? Phil是個男生名字嗎? 你跟Phil嗎? Fucking形容詞 Idiot brother Idiot是白癡 所以你跟我那個白癡弟弟嗎? 所以發生了什麼事 跟Phil 你跟我的白癡弟弟 然後下半天說 I didn't mean for it to happen It just did 我沒有一二讓他發生 就是發生了 那你大概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OK? 所以這個女生洪信出牆 跟這個 剛剛講話的那個人 哥哥還弟弟啊 總之是 因為brother有時候看不出來 那你看我們這邊多講解一下 mean這個字 他這裡寫 I didn't mean for it to happen It just did 你看 他的意思是我不想讓他發生嘛 不一樣 那有時候可能翻譯起中文會說 我也不想他發生啊 但他就是發生了 但我會覺得這個翻譯 就不是非常精準大概 來我們這邊mean 稍微說一下 mean這個字 如果你把它當形容詞的話 它就是 惡的壞的 OK? 不好的 惡意的 所以例如說 你是個很壞的女生 You're a mean girl 所以你的發言很壞 Your comments are mean 所以mean這個字形容詞 就是壞的 不好的 壞心眼的 惡的 mean Hey don't be so mean 不要這麼壞好嗎 這樣子 所以mean形容詞 那動詞啊 它有意指的意思 不是這個意指 這個 你想表達的是什麼 So what do you mean 應該聽過 So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What do you mean by 什麼什麼這樣子 所以接著接系詞 往往是by 所以意指什麼東西 那 這一句 I didn't mean for it to happen 難道要翻成 我沒有 意 我沒有意思要讓它發聲嗎 大概可以這麼解釋喔 OK 所以 就是你有意要做什麼事 有意要去幹嘛幹嘛 也可以用mean這個字來當動詞 有一個我很喜歡的作家 叫做Alice Monroe 她後來得了 她是加拿大的一個女性作家 後來她得了諾貝爾獎 然後她就有寫了一個散文集 這個散文集 她給了她一個 就不同的散文 然後合起來之後 她給了一個名字 她的名字叫做 有些事 有 就有些意思 這個中文要怎麼說 她的英文叫 Something I have been meaning to tell you 我有把它當成教材 在我的補習班裡面上 我覺得還不錯 其中一個短篇故事 所以 Something I have been meaning to tell you 就是 有這麼一個 我一直有意想告訴你的事 然後終於到現在才說了 用短篇故事 來慢慢一個個講給你聽 所以這個 短篇故事集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所以你看這個 Something I have been meaning to tell you 就是我一直有一件 想要告訴你的事 然後可能我現在 才準備要說了 所以例如說 假設我一直覺得 假設你有一個光頭好了 然後我一直覺得 你的光頭很難看 那直到我跟你現在 不知道為什麼吵架了 要決裂了 然後我才說 你知道嗎 我一直覺得你的光頭很難看 以前我都不敢講 大家懂意思嗎 所以你就可以說 You know I have been meaning to tell you Your bald head is really ugly 之類的 OK So I have been meaning to tell you 就是我一直想要告訴你 然後可能一直沒說 所以 mean這個字就是 意識要幹嘛 意識要幹嘛 有意要幹嘛 所以他說的 如果他說 I didn't want it to happen 就是我不想要它發生 而這個 I didn't mean for it to happen 則會變成是 我也沒有意圖要它發生 OK 所以 不想要它發生 跟沒有意圖讓它發生 我個人覺得 他意識上 是有一點不一樣 如果今天 他這個女生說的是 I didn't want it to happen 那會讓人家誤解成 是他的fail這個 格格來的弟弟 強暴他 I didn't want it to happen but he forced himself on me 那真的是被強暴 可是 他卻不是這個意思 他事實上好像 也不是那麼樣的 就是被動就是了 所以I didn't mean for it to happen 大家聽懂了 It just did 它就是發生了就是了 然後這個男生毀了 He's a meathead 反正就罵他 他這個哥哥的弟弟的頭 就裡面裝皺而已 白癡 A fucking C student C student的意思就是 他的成績就A B C C程度 A可能是8585分以上 B可能是75到85 B以下C C student 事實上像歷屆美國總統 突然間叫什麼名字 喬治布希 布希總統 就一直被大家認為 是一個B student 是個比較蠢的學生 可是他EQ很好 然後他也非常的 很會交朋友 所以反正還是當上總統 所以他說 Phil 他是個C student 你跟他 然後這個女生 還懂得開玩笑 我們又沒有在討論迪卡爾 所以這個DESCARTES 這個名字 他的發音很有趣 因為他是法國人 他的S跟S都不發音 裡面有兩個S 所以他的發音 我有去Check一下 這就是Decard Decard OK 所以We weren't discussingDecard 我們又不是在討論迪卡爾 就那個 他是不是說我事故我在的那個人 我有點不確定 好 然後下來就說 I'm damn sure he wasn't 我非常確定他 不是跟你討論迪卡爾 因為他這個身為哥哥的弟弟也知道他的兄弟是個笨蛋 I'm damn sure he wasn't OK 然後下個就 Did he bother with a condom 他有沒有戴保險套 OK 所以你跟他發生關係有沒有戴保險套 Did he bother with 所以bother with something就是 這個我剛剛有 這剛剛講過了 所以這邊選的是mini wanting其實也不錯 但意思不太一樣 好 剛剛說的這個東西是bother OK 所以要是你願意go through the trouble去做一件事 就是 you bother to do something OK 那這個動詞片很特別 他用主動被動都對 OK 所以 例如說 I can't be bothered 我只會舉例一句 to do something 這個就是我才懶得去做什麼事 I can't be bothered to do something 那 你也可以說 I won't bother to do something 意思 就在這裡的話 表達差不多 就是你用主動被動都可以就是 所以這個動詞真的很特別 So I can't I won't be bothered 我都改成won的好了 我不要讓你用兩個不同的主動詞來困惑你 所以 這兩件事都是我沒有意願要做什麼事 Hey I won't be bothered to do something 都可以 OK 好 所以 你就學會這個用法就好了 這裡我不是很想用文法去多解釋它 所以 Did he bother with a condom? 所以他有沒有 費事戴個保險套這樣子 也不應該說費事 Of course 他有啊 Lora cried 就哭了 然後他能夠看到這個 在他老公的身上 就怒氣慢慢的累積起來 所以他這裡用了一個感官動詞 我雖然說不是很愛講 不是很愛講感官動詞 可是 這裡可以稍微提一下 英文的句子 主詞動詞之後 你可能加個壽詞 語言上大概就可以結束了 如果你要在這個壽詞之後 再補充額外的東西的話 你頂多可能加一個to via 或者v ing 我錯了 好 所以 這邊是能夠補充後面的資訊的一個概念 我們照個例句試試看 例如說 我不要你走 所以 或者我要你走 我要你滾 I want you to leave 那你看這個to leave 就接在you這個壽詞之後 不定詞 那 能不能加ing I want you 然後ving 有可能 例如說 我要你三個月內就可以開始起跑 假設你是個受傷的一個運動員 然後我說 我會好好的醫治你 幫你復健 我要你三個月後就能夠跑步了 I want you running in 3 months 這是正確的英文 你不要說這不對 所以 I want you running in 3 months OK 好 所以 我們這裡就看到 主詞動詞 就是接完受詞之後 你可以接不定詞 你也可能接ving 都是正確的英文 那有沒有可能接 好 這邊我接下來 有沒有可能接一個圓形動詞 所以這個一般在我們英文的理解裡 一般 這會是錯的 一般來說是錯的 例如說 I want you to I want you to go I want you to leave 不太對 文法上 好 那 但是卻有一個 有一些特別的動詞 是例外 那這些動詞的例外 為數不多 可是使用頻率神高 我再說一次 這些例外的動詞 包括感官動詞 跟實意動詞 他們為數不多 可是利用的比例神高 所以他們的例子 他們的規則 又永遠這麼特別 並且永遠不可能改變 英文的 語言的規則 大概是這樣 我特別講 或者應該特別講英文 就那些例外的東西 像例如說 我們知道動詞很多 有不規則的變化 例如說break broke跟broken 就破壞這個動詞的 現在過去跟過去分次 它是不規則的變化 那它這個不規則的變化 就是因為它常常使用 所以它永遠不可能變成規則 那比較不常用的動詞 一定是規則的變化 你可以相信我 就比較深冷的一些動詞 它一定是老老實實 照它的規則 就可能過去是加個ED 或者 然後過去分次也是加ED 或者可能去外加ED 之類的這種規則的變化 好 我剛剛講這一段 可能要英文有點基礎的人 才比較聽得懂 不過反正我的audience 這個範圍蠻廣的 我知道 即便聽不懂 你先聽得再說 所以我現在要說的 這個就是在這個例外 那這個例外就是 如果今天是十一動詞 或感官動詞的話 壽詞後面接的這一個 你看這邊我標紅色打叉的這個 對不對 它是可以的 它變成OK了 所以我們就來試一個試試看 例如說 像感官動詞用看到好了 我們就用這個文章裡的看到 所以看到 怒氣在她老公身上慢慢累積 所以 she sees 她看到 然後 例如說我看到你哭好了 就她看到她老公哭好了 我們先換簡單一點的句子 she sees her husband right 她老公 她看到她老公 我能不能加一個 crying 可以 可以 能不能加tovie 反而比較少 所以she sees her husband to cry 比較不會有 但能不能單純用cry就好了 she sees her husband cry 答案是 也可以的 OK也可以的 所以這兩個 都OK 我再多加一個 甚至如果今天是 pp的話都有可能 不過哭沒有被動的概念 所以那就算了 OK 所以 接原型動詞 你不要以為這個句子裡面 一個動詞 然後這裡怎麼又來一個動詞 那它不是動詞 它是her husband 的補充資訊 我們叫他受詞不語 那是因為它是11動詞 所以這邊能夠用cry這個特別的用法 但在一般的動詞裡 這會被認為是錯誤的東西 好 所以為什麼在國中 學這個11動詞 感官動詞 要花好幾堂課 甚至可能某一個學期 可能是二上還是二下之類的 就光卡這個 就會可以卡很久 然後在會考裡面 一定會考這個東西 因為這就是英文裡面 再強調一次 這樣子的詞 為數不多 可是使用頻率神高 神高 你可能想 那老師你可以整理一些嗎 我可以整理一些給你看 像make是11動詞 have是11動詞 let也是 let的用法更狹窄 不過我們今天先不講了 像剛剛的看到啦 或者說是 聽到啦 這個看到還可以是 例如說 i see i watch 可以 watch也可以 你看我為什麼要剛剛這樣 因為我腦袋在轉例句 所以我沒有背這個東西 我只是在腦袋神快的想出一個 watch的例句 能不能用成 i watch him go 我看了他走 可以 我是因為想得出這個例句 我才可以告訴你 這個算在裡面 所以我其實並不是把他們背起來 然後現在吐給你聽 而是我腦袋裡面能夠飛快的轉例句 然後轉成成功的例句 我就可以跟你歸類說 這個的確是一個 11動詞或者感官動詞 那還有像是turn也可以 ok turn something no 不對 turn不對 你看 轉不出例句就知道不對 因為turn是連綴動詞 所以連綴動詞我現在沒有要講 連綴動詞算是不及物動詞就是 好那個先不講 不要再搞混大家了 好所以 我整理出了一些事實上還有啦 但是 我沒有想要把這個整理的超完整 因為整理的超完整也是非常 非常麻煩的齁 因為總還有可以補的進去的 所以看幾個大家就知道了 好到這邊ok 然後我們就把它再看下去 所以你看 他剛剛說的他就看到怒氣 在他老公身上累積 build起來 所以see the rage in him build 所以這是一個 所以他有用對 他是一個感官動詞的用法 看到 rage Rage是受詞 這個in him就不用理他了 所以Rage在他的身上 build是原型動詞來說他這樣 那如果今天是一個別種的動詞的話 這裡可能就要看成to build 之類的才會是正確的文法 好anyway so she did her best to control the damage to her 15 year old marriage 所以他試了最大的努力 來控制他這個15年婚姻所受的傷害 因為你知道他紅心出牆嗎 所以婚姻受到傷害了 他現在正在努力的damage control 所以有一個名詞就叫做 傷害控管 我不太知道有沒有這樣一個中文詞 但是像王力宏或者羅志祥之類的 他們發生一些事情之後 努力來滅火 這個滅火其實用英文來翻 大概就應該是翻成damage control 那你要講說put out the fire 那是個比喻性的用法 我覺得大概也可以 可是反正就是傷害控管就是了 想要在這裡止血這樣子 ok stop the bleeding 這些好像比喻性用法都可以說 但總之他現在在damage control 然後他就說 It was one meaningless fling 那是一個沒有意義的fling fling是什麼呢 就是一二情基本上 fling 所以one night stand之類的 好一二情 然後可是是跟我的兄弟耶 with my brother 如果你今天是個fling 別人都算了 你跟我的brother呢 ok 然後接下來這女生 she threw her arms around him 他就把他的手過去抱住他 threw her arms around him please understand 請你了解一下好嗎 然後這個時候Rob呢 他還是站在那裡不為所動 那個站在那裡不為所動 他都有一個形容詞叫做stoic 這事實上是一個哲學的流派 我還蠻幸福這個流派的 就是過簡約的生活 然後跟大自然融為一體 對不起這聽起來很白爛 但是 但stoicism是我 是我覺得不錯的一個哲學流派 也是我人生的態度 所以就是 不會輕易的被東西打動到這樣子 好所以 他的老公站在那裡 Rob站在那裡 stoic ok不為所動 然後他又說 Baby you're still the best 你還是最棒的 你比Phil棒多了 way better than Phil 然後 沒有想 with then without thinking 這個老婆 想到沒想 她叫Laura我記得 你比你的祖父還棒呢 even better than your grandfather 所以你就知道 哇塞跟祖父也上過 什麼鬼啊 所以故事就結束在這裡 punchline不錯 那我們再多講一個東西 就是他下面的一個 一大堆的回應 所以回應上來說 很有趣的就是 我看一下 我特別要看那個can of worms yeah ok 所以她說 Oops Now she's opened a whole other can of worms great little micro 所以稱讚她 所以這裡有個動詞片語 應該講名詞片語 can of worms 這個 ok 所以她剛剛不小心 把祖父的事情爆出來 就像是打開了一個 蟲蟲罐 worm是蟲你知道 can是那個罐子 ok你就像一開罐子的 所以把它打開 那或者是反正是那個 就罐頭食品的打開 所以這個can of worms 這個動詞片語 應該就片語啦 對不起 不一定要強調是動詞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這邊有稍微先找一下 如果你說有人打開了 a can of worms的話 那也就表示是什麼意思呢 他在講 他們計畫要討論一個事情 而這個事情是更複雜 更令人不愉快 或者更難處理的 所以你已經在處理很多麻煩東西了 結果你既然又開了一個罐子 裡面又爬出一堆蟲 那你本來在處理的事情 都還沒處理完 現在又一堆蟲要處理 是不是就更討厭 所以 所以有時候 你不想要再讓事情更複雜化 然後有那件事情是可以做 可是你不想做的 你就會說 I'm not gonna open another can of worms ok 那一個can我就不要開了 這樣子 大概懂了 所以這個片語也是 生活中很常看到的 所以為什麼剛剛的這個回應才特別講到 喔 現在這個女生又打開了一個can of worms 那 因為那個男生聽到 大概就 你跟我的祖父 what the hell 所以可能又更發瘋了吧 本來一個 現在知道有兩個 不要再講一講uncle也有之類的 所以 或者爸爸也有 好啦 anyway 好我們講到這裡差不多了 我今天拉拉雜雜竟然不小心講了一個文法 雖然說我不是很愛講文法 但是我覺得偶爾還是要 好 那就祝大家有個美好的週末了 我們到這裡可以結束了 我是Paul 我們下週見 我們下週見